在上一讲里,我们学习了在KTV的点单方式 马克非常喜欢上次跟朋友们在KTV唱歌的经历 他想在上海体验更多的休闲娱乐方式 这一讲里,马克、林玲和几个朋友 一起来到了上海的一家台球馆 一起来学习他们在台球馆的点单方式吧 您好,请问你们有几个人? 五个 还有带子吗? 有,请问要几张台子? 两张 好的,八号台和九号台可以吗? 八号,九号,可以,谢谢 您好,请问你们有几个人? 请问,你们有几个人? 询问人数时,如果人数小于十人 可以问,可以问,多少人? 请问要几张台子? 请问,要几张台子? 张是量词 台子,桌子,床,床,纸 之前都可以用张 一张,一张台子,一张台子,两张桌子,三张床 很多张纸 请问,一个小时多少钱? 一个小时三十块 这是我们的价目表 价目表 有,现在买三个小时,送一个小时 您有会员卡吗? 会员卡? Membership card 没有 有会员卡打八折 您要办一张会员卡吗? 嗯,不用,谢谢 您怎么付款? 怎么付款 请扫二维码 一个小时三十块 这是我们的价目表 价目表 这些都是价目表 有优惠吗? 有优惠吗? 买东西询问价格时 可以问 有优惠吗? 可能会获得更便宜的价格 有,现在买三个小时,送一个小时 现在买三个小时,送一个小时 买东西,送东西 也是一种优惠 这件衣服,买一送一 现在有优惠 奶茶 买二送一 您有会员卡吗? 会员卡 在中国,很多商店为了吸引顾客 都会提供会员卡 拥有会员卡可以享受优惠 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更便宜 有会员卡 打八折 打八折 这是几折呢? 这是打九折 是八五折 关于折扣 你会说了吗? 这是几折? 价目标 请问你们有几个人? 请问要几张台子? 有优惠吗? 现在买三个小时 送一个小时 会员卡打八折 您要办一张会员卡吗?